约瑟带着玛利亚回到故乡火里头 因为耶稣要出生了 当时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人 没有地方让玛利亚生残 有一个老板把马房借给了他们 没过了多久小婴孩诞生了 天使所预言的婴孩真的降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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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使 persona预言一睡棄住 天使所预言地起来 天使者预言与 hatt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